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加菲炎 那么这是ESL联赛的决赛 决赛 那对上方是KSINT对MM MM依旧是看不到他们选的这种 非常的奇怪 看不到他们的人名 那么今天里面我们看到扳掉了宙斯 对面是狮王 因为我们知道KSINT的战术还比较多的 也是喜欢打压迫型 所以说狮王这种非常能够冲的 又是一个DP非常能够冲的 这两种这个属于推阻机类型的 都是半掉了 当然DP不是个推阻机 是一个这个推塔机 然后半掉城 看机位里面KSINT的扳人都是扳那种脆皮 当然也有这个像帕克宙斯这样万金油 4M先手定 这样的在干客比较有威胁的 还有城这样的推塔 因为前两天呢 MM那边的城 Many的城用的发挥的非常不错 所以就半掉了 天天那边半的NA跟TK TK啊 我们知道这个KSINT的TK用的还是不错的 今天SK第一个抢SK 这个就是让我们跌破眼镜了 KSINT打这么奔放 然后拿了ES跟船长 船长也是前几次 前几场比较都被MM拿走 要不就半掉了 这样比较也是给了KSINT的一个机会啊 对面拿了Wallock加POM 哎 接着狗跟斧王 那么Many也是对斧王非常有爱啊 不知道这个以前是不是用斧头用的比较多 打这个斧王是不能出狂战斧的 出狂战斧一被打的时候一定 他就会 不打了 他这个出发转中人是不打的 要跟他想一会儿思考一会儿 这边Lan跟谜团 那么最后一个出谁呢 我们看一下还有1987654321 潮汐TH TH团空也融入到最后一选了 这个资料在国内比赛可能是比较少见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英雄的分配 朱烈的谜团 Puppy Puppy肯定是ES了 不用想 像Milk的Lan 以及Crokey的船长 那么下路呢 分配的是Lan的SK Lan的先手晕 先手定 一个Milk的父王万见不变 Milk的TH 这边Honey的一个狗 Milk的Pom Milk的Pom Poser的Vlog Milk的Pom我印象不多 希望你这样比较给我留好印象 不要留坏印象 也是 这个这么多支持你的粉丝 不过Milk之前有一段时间打入冷宫了 不怎么打得忙了学 估计这会儿是不是已经毕业了 或者是学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个已经开始有时间打到他了 这几天你打的比我解说的都勤 你也是给我点活路吧 少打几张 但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因为最近我这边还有其他解说 不过我这边网游TV第一期节目您做好了 大家可以 最近就可以在PPLive上找到掌门人网游TV的频道 收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还有骨子 进行以后期的配音 当然配的说话 不是配那些 这个 不是像我那样配碰碰死 那种声音 下路我们开始谜团 朱利尔跟 SK Levant走下 对面的话是Pulser跟 潮汐 哇 这两个人走下路的话 也是 死奶死奶 SK拿到这个Double 等一下 拿了 那么也是SK拿到打我是比较威胁比较大的 因为他戳完之后肯定是A1两下 这是必然的 戳A两下是 也就是说第一个戳可以发挥接近300的攻了 中路是狗在中路 那么当然这边还是有POM来帮忙 想给一件的吗 我们看这个 这个件射早了 射早了 有一点急躁 有点急躁 这边 也是先插一下 府王再一个封路 再不停的点 Malco这个很悲剧啊 再点 还一下 有没有 一丝 41点起回来 立刻刻了个罐子 中路这边又是跟 全场缠住 那么比赛上来也是上路啊 Malco的府王单 这种打法 今天被KS印的所掌握了 知道你府王要单 那你府王在哪路 我哪路就放这个非常难打的 死压你啊 之前那把是BM跟府王对单 那个BM压制力还是不太够 又一个F 很精准的 PV的封路实在非常不错啊 但是还留了一个缝 漏小缝 神牛是吧 也是最近给很多人给神牛起的外号啊 还有韩帝神牛的 各种外号 这个刀 补的 船长那个刀啊 Crokey 定住了 跳过来 A一下近身一剑 但那剑输出不够 我眼底顶一下 没顶到任何的人 Crokey要送一血吗 Crokey Crokey一血了 必然的 First Blood 这边上路也是 把阳柱的府王 嘲讽了一下 我们看神牛 哎呀 对死了 那可林斯杰还是 做了点贡献啊 连POM来左边要杀 Lan吗 没有 Crokey一个TKP过来 下轮因为四个人血都很多 但是谜团可能血少一点 不过谜团也是眼球啊 应该的问题不大 但还是一刀一刀再补POM 找这一出剑 我们看这一剑 这一剑 哎呀 Cassie的这个走位非常谨慎啊 非常谨慎 都是找这个有兵挡的地方钻 所以天才方也是挺无奈的 几次很精彩的这个技能都没有打上啊 啊这边狗也是啃一下 那么比分线1比2 天才方领先了1分 领先了1分 一个first blood非常漂亮啊 左边的话 斧还在转Lan点也是很疼 Lan前进是不是称属性了啊 称了4点属性 这个感觉点斧王点的挺快的 斧王也是没有出 这个甲就3点 所以说 嗯 香味还是比较必要的 当然了 你跳到飞节刷弦流也是可以的啊 这样斧王就是打大后期出兵甲的打法 兵甲也叫 哎 这个斧王还要非要顶下兵 这要吃Lan两个 普攻的啊 这边也是POM 我们遇到ES 我们看两个人 怎么打 F了一下 来人过来 哎 跳的位置不好 还是能插住的 哎 一下 有没有杨 杨也杨不了几秒 干脆不 干脆不杨了 这边也是 又赌过来了 Milk Milk过来想 炒火炉 哎 这一剑射自己人干什么呢 啊 队长都敢射 队长别开枪 是吧 队长莫射我 点一下 没难了 那ES就干瞪眼吧 干瞪眼吧 你这个移动速度不行啊 你这棍子是扛着 别人的棍子是这个拎着啊 不太一样 再点一下 SK也是进入魔道这样来点啊 比起SK护甲太低了 1加0.8 你看看什么概念 这边左边又是福王 嘲讽的这个兵很多呀 可以连转很多下 阳柱 RH转死了 啪啪啪 三下寡死了 Milk Milk goodbye 倒了 潮汐还是有吃喝 而且很足 所以说 SK如果被潮汐加了一技能 在温老河再点的话 因为捡了护甲 在温老河再点 那血就是 很恐怖的伤害了 船长五级 级别还是稳稳的 到了这个级别 我们看一下今天方面 ES300块钱 连转出了个鞋子 船长 这边顶起 SK戳起了 潮汐 这个倒得上去了 SK能不能强杀潮汐呢 潮汐血不多 SK的血也不多 诶 迷团怪干什么 我天哪 一撕血走了 SK的技能有的 有的有的 下一个车 稳稳的收掉潮汐 Mania Mania 太冲动了 不要以为自己很耐打 你这个二技能 还没来得及升举级呢 你如果二技能级别高了 还可以 这碰碰也是没什么血 但是有瓶子在身上 可以磕了吗 不要省了 不要省 当然狗压船长 还是压不住的 狗这个时候 爆发力还是明显不够的 定住 后手有剑没 哎 屁了 两位虎王可以躲剑 这个水平非常之高啊 这被人拍的也是临危不惧 拉的时候非常注意角度 非常注意观看周围 那么这边小鸡给他送来鞋子 更加好躲 我们就见了 这边 腐王也是要先挑战吗 两个人来猛压船长也是受尽折磨 先手减速后手晕 当然没有先手定那么稳 我们知道中午有一霸 一个霸的组合就是 泡姆加痛苦之源 这叫两霸了 不能叫一霸 痛苦之源先睡住 然后泡姆一后手键 稳稳的定你五秒 当然你睡的位置就好 你不要睡一个人 这个人周围全是敌敌人兵 那你泡姆这是怎么都射不进去了 好这边窝老狗 我们看到没有属性装 吃喝眼 吃喝眼 船长有刀就拐 这个狗呢也是没有过来吸血 这边我们看泡姆出剑了 要出剑了 几次剑都没有射出来好剑 看这次能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这边船长也是把狗追跑了 六级 狗钻了个兵来把血布满 钻了自己的一个兵 不是敌人的兵 这边我们看 沃老狗也是让我来干扰一下别人打野吗 谜团也是用小的一直在打野 这也是我们之前直播那场比赛的一个打法 现在已经比较流行了 看来 沃老狗遇到了 这是真正的铁链